近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际与国内两个棘手的问题。 国际上,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普利策新闻大奖得主赫时,于当地时间2月8日,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爆出猛料,指去年9月份,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是由美国政府策划的秘密行动。 国内问题是2月3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列装满危险化学物质的货运火车,在俄亥俄州脱轨,大量氯乙烯泄漏,造成严重的化学灾难,当地居民一度疏散,一些动物出现了中毒症状,甚至死亡。 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重大事件并没有引来美国媒体的过多关注,更有记者因报道俄亥俄州事件被警方逮捕。 反倒是,中国的一支民用流浪气球,在美国舆论场引起轩然大波。 数据不会骗人,以纽约时报为例,记者在纽约时报上搜索,从2月3日到现在,北溪管道,俄州火车失事与中国气球,三个关键词的报道量,发现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民用气球的报道篇数,是其与两个事件报道数总和的10倍。 三起事件在美国本土网络上的关注度上,中国民用气球也力压其余两个事件。 对此,中国原国防大学副教授陈浩阳在网络上发视频评论到,美国媒体对这两个事件的集体失声,恰好反映出美国政府的舆论操控。 无论是北溪管道的事件,还是俄亥俄的这起化学物质的爆炸泄露事件,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舆论和批评。 但这个却恰恰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不利于美国的形象,不利于美国现在的政府。 所以在过去长达一周多的时间,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却都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比如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威胁的民用气球,却长时间能占领美国国内舆论的主要内容。 这个就是美国的舆论导向,这个就是美国的新闻控制。 美国民众被成功地转移了助理里,拜登政府也成功地把那些不利于美国政府的负面新闻和消息给淡化处理了。 这个就是美国的舆论和控制能力了。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